App Store的审核机制是非常高的 恶意的软件或者有病毒的软件通常上不了价 可是很多东西都是有漏洞的 这一集我就想跟大家分享 我们应该如何好好保护好自己 大家好,我是3号 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的话 请让我自我介绍 我是一个喜欢苹果产品的马来西亚QL 目前我的频道主要是Focus 如何正确使用MacBook和iPhone 如果你对这两个资讯感兴趣的话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吧 如果要在iPhone上面下载App的话 你就只可以通过App Store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会说 科技小白或者是老一辈的人 都很适合使用iPhone 因为这一群人很多时候都会 不小心的下载到一些恶意的软件 或者是一些有病毒的软件 当然当然 在看视频的你 我相信也有一大部分人是属于高级的人士 这些高级的人士也是非常适合iPhone的 这边我们有三个东西是需要注意的 当我们下载好来开启这个App的时候 他会希望我们开启一些前选给他们 像是打开镜头、麦克风等等 这边我就做一个比方 如果你使用的是一个计算机 需要你开mic或者是开camera的这个前选给他 这样你就应该觉得这个不对了 因为普通的计算机啊 是不可能需要用到拍照的 那么你可以选择使用其他App 然后删除掉它 如果你真的需要这个App 然后你已经不小心开启了这个权限给他的话 那么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到我们的setting里面关闭它 我们打开设置过后啊 我们就去找我们要的App 这边我就找一个比较通用的App 像是玩者荣耀 我们可以看得到哦 它可能需要我们的location 跟我们的calendar microphone就是那个mic 如果你觉得 诶 我不需要它侦测到我的地点的话 那么我就可以把这个location 关到完 然后像lulic我也不需要嘛 所以我可以从原本开启的 我把它关闭 因为我们在玩玩者荣耀的时候 通常会跟对方沟通 这个microphone呢 我是开起来的 我再开了一个作为例子 所以我开的就是Instagram 然后你可以看得到哦 这个Instagram要求很多的前线 权限 像是 它要我的contact 照片的读跟鞋 跟microphone 跟那个camera 这些呢 如果你觉得真的不需要用的话呢 就把它关到完 像这个地点呢 我就把它关闭了 contact其实我不需要 然后就把它关了咯 照片因为我要上传 所以我需要给它一个权限 这些我会开起来 就是你要常常多留意一些科技上面的报导哦 像是我看到很多博主啊 他们会分享一些 好像一些app有问题啊 或者是一些资讯等等等 如果这些app是我用到的 那么你就可以选择删除它了 当然我有时候也是会分享这一方面的资讯哦 如果大家不想错过的话呢 也是可以订阅我的这些频道 总的来说 Apple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生态哦 虽然难免会有一些漏洞 可是它会很快的修补回来 那么以上呢 就是这个影片的所有的内容 如果你觉得这影片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欢迎你给我个赞 也分享给你的朋友哦 也许他们刚好正需要这样子的资讯 当然如果你在使用Mac啊 或者是使用iPhone上遇到什么问题的话 也欢迎你分享给我 我们一起讨论 我是三号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